这就是美国发钱的后遗症吗? 美国人现在真的全部都在家里面等着发钱吗? 为什么要坐在家里面等着发钱,谁给他们发?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工作呢? 朋友们,你们听到这个事情没有? 美国人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之后一直都待在家里面 然后不出门,每天玩,不工作,然后政府还要给他们发钱 就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失业了,甚至都不想再找工作了 这也太奇怪了吧? 你们觉得呢,坐在家里面,不去上班,一直等着别人给你发钱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Marky说一下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的话,欢迎来看一下《我叫Marky,我在四川成都》 今天我就准备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事儿 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上班了? 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咱们中国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们准备好了我的朋友们,咱们就直接开始! 我的朋友们,这两天Marky真的是太忙咯! 都没有时间去健身,但是今天终于有一些时间了 今天就准备好好去健个身,吃个饭,然后下午还得去上班 但是也没关系,这两天成都的天气真不信我的朋友们 成都,躲雨,又木又下雨又冷 哎哟! 哎呀!这种天气真是不爽,都不太想出门去刷,去看一些地方 因为路上要被淋雨也不是非常好,所以就只有在家里面 但是那些美国的工作人员和Marky待在家里面的原因不太一样 一直关注Marky的朋友们,你们也非常清楚 Marky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很喜欢工作 也非常喜欢到外面去刷,去看一下,去运动 有一个非常自律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美国他们现在这个情况很恐怖的,很可怕的 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病例的传染数据是全世界最高的,没有之一 目前来说,总共已经有接近4600万个确诊病例 在中国这边,目前来说只有9万多个,9万6千左右 也就是说,美国那边是中国的数据的470倍 当前美国的疫情,虽然是没有以前这么严重,但是还是挺严重的 每天还是有几万个新增加的确诊病例 虽然说,情况现在还是很严重,但是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已经麻了 已经不太想管这个事情,所以说很多地方的生活已经恢复到正常了 已经不太惯这些防恐疫情的措施和方法 所有的人都知道,美国人一般不怎么有存款 一般是按一个小时收的工资,然后马上就去花掉他们的钱,他们的工资 甚至很多人都把很多信用卡今天已经在花未来的一个钱 很多人都是靠这种临时的工作去挣他们每天需要的钱 做一些比较短期的工作,不太有稳定性,不太安全的这种工作 所以说去年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来的时候 很多很多人都受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美国的很多特别是小的和中等的公司都夸了,都没有生意了,没有钱了 所以这些公司的老板和员工的收入也没有了 包括说为了借阅成本很多大的公司也开出了很多那种厌史不太稳定的员工 那他们的收入突然一下也没有了 这些事情就导致了去年美国的失业率有一个巨大的增加 就是去年的4月2020年4月的时候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数据 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四四点八 也就是说大概六分之一的人没有工作 我要专门去查了一下中国那个时候的失业率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发现中国这边虽然说也增加了 但是只增加到百分之六 也就是差不多少了十个点 那么说非常简单的话 百分之十五的人没有工作 他们基本上也没有收入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政府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 很新的一个东西 为了解决这些很多人的困难 美国的政府就开始每个月给他们无条件的发钱 我也去查了一下 目前来说美国的每一个家庭的成年人都可以收得到1200美金一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两个人 那已经是2400美金 也差不多就是15000多块钱人民币 虽然说这个数据比较高 但是美国的生活成本也比较高 所以说这个钱能够保证你可以活下来 但是也没有多好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快两年的时间 政府一直都在发这个钱 然后政府也觉得很恼火 因为他花的钱非常快非常多 然后关键是那些人坐在家里面 每个月等着收钱 每个月等着发钱 他们现在到这也不太想去工作 所以说很多公司都找不到员工了 因为他们都在家里面收着政府的钱 没有人当然想去工作 那么一般的美国的普通的工作人员 是按照小事收费 然后大概是12到15美金吧 如果你来算的话 肯定是比这个政府发的钱要多一些 但是所有的脑子正常的人 都会想一想 我去上班 我还要开车 我还要停车 我还要花我的时间 那么我真的多了这个钱 是不是值得 或者说我在家里面待着 休息耍 收着政府的钱 是不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时间长了 其实也非常能理解这些人 为什么现在都不愿意去上班了 但是对国家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很恼火的问题 你不能一直这样做下去 你这个国家就做不下去了 你不能一直给这些不工作的人发钱 所以说现在美国政府应该去好好想一下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搞 怎么解决 因为迟早也得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情况 所有的人都应该去上班 去工作 去搞货 不然之后那些工厂没有人去里面工作 那些火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去怎么做生意 怎么赚钱 怎么缴税呢 但是呢 我的朋友们中国这边有没有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呢 哈哈 查得远了我的朋友们 虽然说去年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中国这边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也有很多人失业了 没有工作了 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 我查了一下数据 只达到了6%的失业率 所以不算非常严重 不算非常严重 再加上中国人很聪明的 他们会存钱的 他们会买房子 卖股票 投资理财 他们用钱的方法 非常厉害 所以说那个时候 在中国就没有乱去给所有的人发钱 送钱 然后赢钱 赢得越来越多 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等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控制好的之后 所有的工厂复工了 所有的公司 开始上班了 很多很多人都非常激动的去上班 去赶货 去赚钱了 然后这个经济也起来了 所以就可以说 中国这边 当时选择了一个比较保守 比较保险一点的 解决方式和路线 但是到后面就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非常好 这个是对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到现在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经济和工作数据 都恢复得非常正常 现在就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情况 非常健康 但是我的朋友们 你们的一个看法是什么 你们待在家里面 啥事都不干 政府给你们发钱 你们觉得是好事吗 你们愿意这样过日子吗 反正Marky是觉得这样肯定不行的 我天天待在家里面 我应该要无聊思问 这不是一个很平衡 很有趣的生活我觉得 但是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 跟Marky分享一下 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还有你们觉得美国政府 有哪一些办法去解决 现在的这个恼火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是 如果你们喜欢Marky的视频 觉得还可以的话 我非常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 关注我一下 推荐给你们的好朋友 这样当然Marky也会非常开心 然后咱们就在下一个视频间 我的朋友们 欢迎来看一下Marky下一次去哪里刷 我先来看看